台湾美妆品牌 运用各种创意巧思 整合优质安全原物料 创新科技 打造出在全球行销的良好美妆产品 台湾最美的不只是风景和人 更有体现台湾芝美底蕴的各种美妆商品 在全球各地市场绿获好评 与欧美日韩的美妆产品进竹 比西方人和东北亚厂商们 更了解东南亚市场消费者 我们来一探这些传达美与创新的故事 抒压让心情变好 这是百分之百台湾制造的疗愈系 美妆保养产品 带给各国消费者的新魔法 当初这个名字的由来 它是Cat跟Kiss的缩写 看到它的造型之后 我就觉得这很适合女生 她拿来做口红 唇膏类的东西 管状的物品 所以当初就从我们的明星商品 帽长护唇膏开始 然后做了这一整个品牌的发想 所以我们在开发商品的过程之中 其实台湾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 我们的保养品的原料技型 都完全不输给世界其他的国家 创意商品深受多国消费者喜爱 包括越南 新加坡 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等市场 深入了解在地消费者的需求 台湾厂商客制化创意商品 更能打动消费者的心 商品一上市之后 海外的询问度很高 尤其是香港澳门的朋友 他们好像特别的喜欢 就是他们可能人口比较密集 然后压力比较大 所以他们就特别的喜欢 这样子疗愈性的商品 而且因为地段比较狭小 就是居住的环境比较狭小 所以他们养猫咪的风气 也会比养狗狗要来得多 我们其实一直都有收到 各个国家来的订单 那目前来说最热烈的地方 就是像香港、新加坡 然后澳门、马来西亚 这边的询问度都非常的高 尤其是马来西亚 它因为是回教的国家 所以他们不养狗狗 他们只养猫咪 所以那边的女生 他们也特别的喜欢猫咪 他们是为了买猫掌而买的 那当然也会有客人 是因为我们有 环保的补充替换蕊 所以他们来做这样子的选择 可是我觉得我们算是 帮客人创造了一个新的需求 那我也希望后面的产品 可以继续follow这样子的方式 那目前我们就是从我们的明星商品 帽掌护唇膏出发 希望后面我们可以延续 帽掌护唇膏的精神 就是它除了外观可爱 疗愈实用 而且它是多功能 是因为很多的客人 在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它并不是为了使用护唇膏而买的 而是它有许多的附加价值 它可能可以抚慰到它的心灵 可以舒缓到它紧张的压力 可以让它想念它的毛小孩 这些附加功能 我们希望后面我们的商品开发 也都可以继续为消费者带来 这样子身心疗愈的感受 采用无毒自然无负担的原料 呈现美貌又坚固环境友善 资彩背后都有它的故事 那都可以打中我们爱美的女性的 心情的一个特质 所以可以比较能够触动人心 所以这也是我们发展资彩系列 背后最成功的原因 是我们走这个故事的文案行销 我们所有的产品 都是绝对不添加有害于人体的成分 那当然包含绝对不能添加油甲 蝉啊 丙铜啊 这些成分在里面 它其实最主要的话就是水性的基底 跟我们一般的那种传统的 就是容器型的指甲油是最大的不同 然后因为这个关系的话 它其实没什么味道 你其实一般小女生在房间就都可以涂 你也不会觉得整个房间都很臭 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泄的时候不用特殊需要去光水 等它干了之后你用剥的就可以剥掉了 凸显亚洲优点 属于亚洲人的亚洲色 像这种比较可爱的马卡龙的颜色 像这种紫色的话 也是会让我们的亚洲女生的手指非常显白 所以都是卖非常好的颜色 东南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那刚好他们的电商 其实现在是发展最快速的阶段 例如说印尼 印尼虽然岛屿那么多 但它目前的运送其实很快 跟台湾和大陆的物流业一样 其实隔天可能就可以送到 所以对电商的发展来讲 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结合地方经济与在地小农的安心原物料 让台湾的健康美妆保养品更有温度 我们希望做所谓的真正的MIT的品牌 从原料到设计到制造 全部是属于台湾的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MIT的品牌 然后做起来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我们跟很多在地的这些小农合作 他们都是用这些自然农法来耕作的 利用在地小农种出来的作物 我们利用在地大学的研发能量 我们去研究出来 这些作物里面所含的成分 是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帮助的 有功能性的 我们把这个米糠加以提炼变成米糠油 应用在所有我们的彩妆里面 像我们的唇膏 像我们的唇蜜 我们的粉底乳 这些虽然是彩妆 它里面所含的油脂是米糠油 那米糠油它有很高的这些滋养成分 尤其它的米糠醇 它对肌肤有这些美白啊 抗氧化的功能 所以在你上妆的同时 它也在保养你的肌肤 我们把粮食回归给人类 让人来食用 它本来要抛弃的不用的东西 我们拿来把它做研究 这些精粹 我们提倡它的附加价值 我们跟农民收购 农民多一笔收入 那另外呢 这个土地的利用价值 它不只是只有种粮食而已 它还可以提升它更大的附加价值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想要提倡的就是说 我们从食安 食的部分 到一直用在脸上的部分 我们希望它都是安全的 那我们让它成为一个善的循环 台湾美妆品牌 运用各种创意巧思 整合优质安全原物料 创新科技 打造出在全球行销的良好美妆产品 台湾的美妆商品 在全球各地市场 捋获好评 与欧美日韩的美妆产品进竹 更加了解东南亚市场消费者 永续环境概念 也让台湾美妆更有人情味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